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计了一些空气动物学的风道的 而且是它真的是一个贯穿式的并不是样子货 那胜来S7的定位是一款中型 SUV长度是4750 而因为它采用了一个四轮四角的设计 所以轴距也可以达到2900 那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这辆展车 使用的是一个20英寸的轮毂 那这个造型我觉得跟整车的风格还是非常的搭配的 以及作为一款新能源车呢 像是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自然是不会缺席的 另外呢 它的四扇车们啊 都是采用了这种红框的一个设计 并且为了保证车内的隔音呢 在前排的车窗是使用了这种双层的夹胶玻璃 那胜来S7的尾灯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跟前日行灯是有一定的呼应的 就是采用了这种花瓣形式的一个样式 并且它也是有这种贯穿设计型灯 以及呢 因为深蓝的logo是对称的 所以呢 它无论是行驶还是禁止时呢 这个logo都是支持点亮的 那我们的这辆展车呢 是搭载了这个电尾门的配置的 打开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后边的空间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充裕的 而且它后排座椅呢 也是支持比例放倒的 那放倒之后呢 几乎是纯平的吧 就可以拓展更多的储物空间了 在盖板下方呢 也会有一些应急工具 那好了 外观就简单带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去车内再看一下吧 那进入到深蓝S7的车内 我觉得这个内饰氛围给我的感觉 真的可用豪华来形容了 使用到了大面积的皮质的包裹 而且这辆车呢 是没有传统的仪表屏的 取而代之的呢 就是这个AR HUD了 我觉得它无论是投射的距离 还是说显示的内容 都是非常清晰和简洁的 那为了防止反光呢 它周围也会使用那种绒布的包裹 以及呢 在SL03上非常有特色的 这个向日垂屏啊 在S7上呢 也是有的 而且它的尺寸呢 是15.60英寸的 也是内置8155的芯片 所以使用起来呢 也是非常的流畅的 那向日垂屏自然而来就是可以去 做很多项的移动 而且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语音交互来使其移动 你好 声蓝 加屏幕调向副驾驶 将屏幕调到最左 所以使用起来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并且这辆车呢 还会有一个1.9平米的贴幕 而且会带用这种物理的阵阳帘 对于隔着来说呢 物理的绝对是最好的 以及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甚至在手机 无线充电的区域呢 都使用到了这种绒布的包裹 而且它的出风口呢 也是这种隐藏式的设计 而上时这个杯座呢 也是有这种可以上下伸缩的 我觉得就是增加一点仪式感吧 以及这辆车整体的这个储物空间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像它也会有一个全服式的中控台 所以下方会有一个贯穿式的储物空间 包括呢 像是这个扶手箱里面的这个空间 也是非常的规整和比较的大的 包括像是这个座椅 我觉得乘坐起来也是非常的舒服的 它首先是一体式的 所以对我两侧的包裹是相当的到位的 而且是这个头枕 对我这个颈部的包裹呢 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呢 我相信一些眼镜的小伙伴会发现 在这个车装控制按钮的这个区域啊 是采用了一种仿木纹的视板 而且它的这个图案啊 每辆车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这种抓小细节的这种心态 真的有一点感觉在造豪华车了 那圣来S7的后排得益于其2900的轴距啊 所以它的腿部空间呢 是非常跨越的 是有两拳多的 而且头部空间也因为有这个大天幕啊 所以也是有一拳多的空间的 而且整车后排呢 也会更加的通透一些 那以往的一些车型的这个天窗阵压链的开闭呢 有一点类似于老板件的感觉了 那在下方呢 是有一个Type-C的充电口的 以及这辆车的后排地材呢 也是完全纯平的 所以呢 对于中间座位的一个树进性呢 也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而且这辆车呢 还会搭载四驱的可见极可说语音交互 所以即使我在后排 我也可以跟它的这个车继续进行一些互动 比如说 你要升蓝 来了 向下车窗 正在为你打开左后车窗 我并没有说要打开哪扇车窗 但因为我是在左后排的这个座位上 所以它也会自动的去打开我左后侧的车窗 那升蓝S7增程版的纯电续航呢 是可以达到200公里的 而它的综合续航呢 也可以达到1120公里 所以如果你是在城市中日常通勤代步的话 其实它的纯电续航也足以够用了 而且它的发动机呢 也是为了增程所特意打造的 所以它有非常可观的热效率 大概一升油可以发3.3度的电 那再搭配上整车0.268的风阻系数的话 这辆车的综合油耗呢 是仅需0.63升每100公里 而机器材快电了油耗也仅需4.95升 并且呢 它在发电的时候呢 可以做到几乎是感受不到的一种感觉的 所以专用发动机呢 也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 那所以来说呢 这辆车的产品力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出色的 那好了 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JR 我们下期再见